吴信宇 本期的长星讲座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个高木定式的以后的变化 高木定式虽然不多见 但是其实这个形状还是很常见 有可能就是说白旗小木 黑旗挂了以后 白旗拖鞋 然后黑旗飞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白旗拖鞋 黑旗虎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形状 一个长形 白旗继续拖鞋 在其他的地方的新旗 那么这个长形 以后黑旗 白旗拖鞋以后黑旗有些什么下法 哪个下法比较好 这个是我们本期需要研究的课题 当然这个黑旗虎了以后 白旗继续拖鞋 抢占大厂 那么黑旗对于这个地方有些什么手法 我们来看一看 白旗 而不黑旗 对这个白脚 具体的手法 主要是两种 一种就是说是飞 一种是跳 就这两种 飞一个的招法就是很直接 很直接 那么白旗对此 白旗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抵抗手段 白旗也就是硬的 担住 上方可以说在这里告一段落 如果白旗拖鞋肯定是不行的 被黑旗一爬 局部几乎有死活问题 有死活问题 黑旗接下来可以继续加进去 白旗非常的危险 不太好 甚至于来说 直接立一个 挤一个等等 下方很多 白旗需要挡住 那么挡住以后 黑旗在这个地方 先手飞和白旗挡交换 在对这个方向 有了不小的帮助 获得了一定的便宜 那么它的不足之处 就是说以后 白旗挡住以后 以后想收木的话 还是有靠的手段 有各个靠的手段 你如果搬 它就是稍微熟一点 也可以 稍微熟一点也可以 甚至于来说 直接 掏木 这个是木树上来 白旗以后 还是 就是有这个收光的手段 还有一种 白旗以后 就是有可能 还可以继续 这个 煎一个 根据这个周围的情况 黑旗当然是要挡住了 然后再断掉 再断掉 这个可以 就是把黑旗 这个分断 这种特别是在外围 当白旗 有个子的时候 这个下方 还是比较严厉的 比较严厉的 也就是说 黑旗 飞完以后 虽然暂时获得了一定的便宜 但是外围以后可能还是有弱点 这个是飞的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 那么还有一种下方 还有一种下方 就是说 这个是 黑旗跳着 这时候 假如 白旗 在跟着硬 在跟着硬的话 那么黑旗这两个交换 比这个两个交换 就明显的要便宜 第一 就是说 黑旗外面 就厚实的多 这个最主要就是 黑旗外面厚实的多 没有像刚才那样 间断的毛病 间断的毛病 你这时候再去接 那么黑旗挡住 你这个断 这个明显就是不好了 这个一张上 自身的旗形很怪 而且这个纸 还不能丢 这个纸还成了旗径 这样 这个区别是会很大的 如果你只是去挖章 那么黑旗就张上了 这个黑旗可以说外围比较结实 而且白旗也不能像刚才那样去吃掉黑旗飞的这一个质 获取木数 这个可以说白的如果跟着硬 黑旗跳 比飞的效果就要好一些 即使煎了以后脚上黑旗要搜刮白旗的话 还有点的手段 这个白旗硬起来是会比较困难的 这个白旗是不能满意的 那么黑旗跳 白旗硬起来不舒服 那么白旗势必就想这个旗继续脱线 而且不走了 因为你毕竟你这个跳的压力比飞的压力就小得多 飞了直接就爬进去了 你这个跳 那么白旗如果继续脱线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很需要了解了 这个脚看来很奇怪 到底它是活还是不活 活成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研究一下 白旗脱线以后 黑旗如果说没有任何手段 没有任何手段 那么这个旗白白落以后手 虽然外面厚了一点 但是白白落以后手 还是有点不太值得 那么黑旗接下来最厉害的手段就是点这个 点二 走这个 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点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点这个白旗就挡住 当你尖的时候 白旗就抢占点的要点就可以了 这个旗 黑旗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防住黑旗做截的手段就行 但如果你先走掉 如果你先走掉 这个没有用 那它就点到这边去了 这个呢 依然是没有用的 白旗依然是活起 黑旗呢 最强的下法是点这个二二 点这个二 白旗呢 应对起来呢 还是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这旗呢 不能尖在这边 这个地方呢 黑旗呢 本身它有一路小尖的手段 第二呢 它可以脱 脱了这个做截 这个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打截的变化 可以打车 本身就是已经打截了 一个大脚形成打截呢 这个白旗不好 所以白旗不能从这边防止黑旗 一定要从这边防止 防止这个子与这个黑旗的联络 那白旗尖一个呢 也是正常 那么黑旗退 黑旗肯定要长啊 不能被白旗虎 这时候呢 对白旗来说呢 是一个考验 是一个考验 如果这个急急忙忙去做活 这个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先不说这个有挤的味道 就是呢 这个地方呢 白旗小飞 这个是好旗 这个可以 这个接下来白旗会非常的困难啊 如果一挡 这一立 几乎呢 就是这个 就死了 就死了 这个旗呢 白旗不是很好 你虽然啊 弯强的能够搬一个 搬一个 但是呢 它就算这地方黑旗跳一个 这个脚啊 你顶多呢 冲击量 也就是呢 一个打截火 一个打截火 那么这个挡也不行啊 急急忙忙去吃这两个子 呃 单斑呢 也有危险 单斑也有危险 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呃 挤的味道 有一个挤的味道 你沾上的 现在不见得沾得着了 它可能就给你断吃掉了 虎这个扩大眼位啊 这个虽然能活 虽然能活 虽然能活 但是呢 呃 我们说呢 这个下反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黑旗呢 可以挤 黑旗现在是搬不过去的 但黑旗可以挤 白旗呢 这个得接上 这个得接上 嗯 黑旗再挤 黑旗再挤 嗯 接下来呢 白旗可以依靠啊 这个搬 这个可以做活 你这个要打出去啊 这是可以做活 吃 沾上 黑旗呢 得补 白旗再搬 这样 白旗 活的是很干净啊 活的是很干净啊 但是啊 这个外围这个 呃 黑旗啊 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们来看看 打车 搬 白旗冲 打车啊 这全部都是 黑旗的 先手便宜啊 那么这个旗走成这样 就是 白旗虽然在脚上活了啊 活了这里吃了三个子 七 夹着一目 七目旗 虽然活了七目 但是给黑旗外面 大家看看 这个挤完挤住啊 还得 还得损失掉这个帮章啊 这边呢 也被人家搬了虎 两边啊 加中间 都被黑旗走得这么厚 走得这么厚 这个呢 白旗可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啊 把这个黑旗外面走得太厚了 这个对以后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不利 非常的不利 黑旗便宜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大 而且这一串的交换 黑旗啊 全都是先手 全都是先手 等于呢 黑旗就花了这一手跳 就把这个旗形走得这么厚实 走得这么厚实 这个白旗呢 是不行 这样白旗虽然能活 但是不行 那么这个尖缠了以后啊 虎我们把它排除掉 就是说虎虽然能活 但是把黑旗这个外面啊 左边右边这个中间全部走得结结实实的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呃 白旗啊 不好 那么白旗正确的下方呢 其实这地方呢 哎呦 这是说呃 有两种 一种呢 是 刚才我们老说了啊 不管你怎么走 它老是有个挤的手段啊 那么这时候呢 先团掉 先团掉 把这个黑旗这个挤的手段啊 给破坏掉 给破坏掉 那么呢 呃 这个旗呢 就不用害怕了 那就不用害怕了 呃 这时候 黑现在黑旗啊 在这里面也没什么旗好下 它肯定呢 不能让白旗打吃出去 它 如果 退 退呢就是说呢 松了一口气 是吧 松了一口气 那么这时候呢 我再煎一个 啊 这这时候再煎 这个旗呢 嗯 黑旗就失去了这个挤的手段 在这个局部啊 不管你怎么 不管你怎么样 我呢 白旗呢 总是活的啊 总是活的 你就算另一个 啊 那我就算啊 加住也行 或者甚至于来说 斑章啊 扩大眼位 这个都可以考虑 由于这个气 比较松 这个里面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气 这个呢 白旗呢 不用怕 如果你去挤啊 这个 再缩小我眼位呢 那我现在可以扳 这个 白旗活的呢 是非常轻松的 你被我一打也有眼呢 你走这个呢 那我这个依然可以扳 扳了呢 就算立下来 这个 这个 双活是没有问题啊 虎一个呢 也可以 沾上呢 也可以 这个是肯定是白旗呢 做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外面 会多出点啊 甚至于打吃以后断 这边呢 也多出点 甚至于呢 有这个夹的味道 这个 总总来说呢 白旗啊 它是这个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当然如果觉得这个里面稍微有点复杂啊 觉得有点复杂 你就是当它退的时候 就只搬一个也可以 搬一个也可以 这个旗呢 就 作为白的一方来讲 已经呢 就是说呢 没什么好怕的啊 现在呢 毕竟它这个点啊 这个是后手 你就可以去扩张眼位就是 在这边 扩张眼位就可以了 嗯 虎一个也行 这个它断吃的时候呢 你就打在外面就可以了 嗯 如果黑旗啊 想紧住白旗的气啊 顶这个 嗯 其实呢 这个里面呢 白旗啊 它也是能做活的 也是能做活的 因为这个地方 你顶住呢 有个坏处呢 就是被打了以后啊 这个外面呢 不如退 那么厚实啊 以后这个纸还有可能尖出来 跑出来啊 对于你这个外面呢 产生一定的威胁 这个旗呢 呃 白旗呢 就算在斑 这个呢 还是能 还是活 还是没有问题 活还是没有问题 那么 所以说团了以后呢 这个再印一个 这个是可以说是 嗯 一个就是说 应对这个点 白旗呢 好的下方 还好下方 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是说呢 嗯 白旗在这个时候 我就 就搬 就加你啊 就加你啊 这个是 甚至于来说是白旗啊 更加凶狠的一种下方 更加凶狠的一种下方 那么就是呢 如果你冲这个啊 那么等于我在 我在打次 我在打次 这个呢 就是说等于是呢 刚才我团的时候 你顶住了啊 你顶住了 那么呢 呃 黑旗啊 这个时候 还有一种下方呢 就挤啊 挤这个 是吧 你不团这个 我来挤 那白旗呢 我就让你挤到一下 它打吃 沾上啊 它就沾上 那你得断 你得断 我如果沾这个 这个倒不见了好啊 这个被吃了以后呢 外面还是枯起 那么我沾上啊 你这个呢 还得断 还得断 然后呢 我再一扳 这个旗呢 就已经活了 这里打次一粒 有眼味啊 你要是破这个眼味呢 那么呢 我就简单的一跳 这个旗就活了啊 这里要扳 你要粒呢 我就扳了一粒 这个旗呢 活得很轻松 啊 那么这样子呢 脚上已经活了以后呢 我上面随时啊 要拐这个 要拐出来 那么你黑旗补一手 这样呢 黑的虽然很厚 虽然很厚 白的呢 但是它有一点好处 它又抢了个先手 大家注意 这个黑旗点完以后 它最后补一手 黑旗又落了个后手 这样的白旗呢 就是通过 弃掉这两个子 弃掉这两个子 那么呢 来获取呢 一个这个就是说 先手 先手 脚上呢 活得也比较干净 这个呢 下法呢 就是说可以说呢 是这个 白旗啊 就是更加积极主动的 一种下法 也有可能呢 就是说呢 加一个 但这个情况呢 又根据全局而定 白旗抢这个一个先手 损失了这两个子 值不值得 又根据这个全局而定 那么可以这个看出啊 我们可以看出呢 就是说呢 呃 通过以上的这个 脚步死活的研究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就是 当黑白呃 当黑旗跳下来以后 白旗呢 完全可以脱先不走啊 脱先不走呢 没什么好怕的 黑旗的22点啊 白旗呢 就通过尖一个团柱 就可以呢 这个防守住了 就可以防守住了 甚至于当然积极点 还有可能是压住 那么呢 对于这样一个骑行啊 我们可以呢 简单的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呢 当黑旗虎柱的时候 那么以后白旗脱先呢 黑旗局部呢 简单一点的 还是飞一个算 这个黑旗的下法 就飞一个白旗挡住 这个告一段落 以后黑旗想补强的时候呢 就再贴回来 再划一手旗 再贴回来啊 这个也是有收获的 走得很厚 这个这个口也堵住了 以后呢 由于这个脚上这个力呢 还是个先手 这个呢 是可以考虑的 作为这个虎的话 那么跳一个呢 由于这个是虎 白旗呢 完全可以脱先 黑旗这个脚上呢 并没有什么严厉的手段 并没有什么严厉的手段 白旗呢 只要知道啊 当黑旗点了退以后 这个白旗呢 做一个呢 这个团的防守啊 就可以了 结论就是 但是当虎的时候 黑旗飞 是局部的呢 正常的 正确的 这个交换 但是呢 这个旗呢 还是需要注意的 有时候大家需要注意 当你脱退的时候 黑旗还有 有时候有一种下法就是沾上 这个沾上 是吧 那么呢 沾上以后 白旗如果继续脱先 那么就是说呢 黑旗 这时候 当然飞 它是肯定能飞着的 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当这时候黑旗跳 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 就需要注意了 这个就需要注意了 这个值 和这个值 大家要注意 这个局部啊 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很大的区别 这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呢 在于你这个团就变成后手了 本来团了以后又打出去了 那么这个团就变成后手了 那么当这个时候再跳 白旗如果不硬的话 里面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白旗如果不硬 因为我们说硬了就是吃亏啊 这个时候不硬的话 那么黑旗这个点就显得比较厉害了 我们说的就是比较厉害 这个白旗啊 就是说很难吃得消 白旗啊 依然不能走这边 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拖 至少就打结了 那么还是只能煎这个 那么这个再一散 这个白旗就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由于随时这个黑旗要挤这个 这个白旗已经很难防范了 如果团这个现在已经厚着了 这个局部该黑旗先下 这白的肯定不行 黑旗就不用不外面 那么搬里面的也不行 这个最简单的挤这个就行 这个白旗就崩了 挡这个也一样 它随时有这个挤 那么如果你粘上 这个不行 现在不行 现在这个它可以飞 这个局部 白旗要做活 就是说已经是比较困难了 顶多能走一个打结活 能走一个打结活就不错了 这个是一个打结活的变化 这个顶多走一个打结活就不错了 这个白旗不行 那么它顶了长以后 白旗呢 还有 活到时候也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呢 只能使用这种 用这一手 只能使用这一手 那么黑旗接下来 击 白旗章 黑旗击 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 就白旗靠这个做活 又还原成 我们前面摆 摆出的那个白旗呢 不行的变化 这个呢 虽然是 白旗能够 能够做活 能够做活 但是呢 把这个黑旗外面走的实在是太厚了 实在是太厚了 这个变化 这个白旗完全是不行的 就是变成这样 刚才我们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 那么呢 黑旗是接上 它就能变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旗 可以说呢 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对于 这个黑旗跳以后 由于这个黑旗外面这个纸是沾上的 黑旗外面这个纸是沾上的 白旗失去了这个团的先手 那么黑旗这个二点是非常的严厉 白旗呢 很难呢 防范 很难防范 在实战中呢 也有这个下法 也有这种下法呢 就是说尖顶 因为点不很厉害吗 我先尖一下 那么我黑旗挡住 然后白旗再搬张 白旗再搬张 这个呢 本身呢 是有可能是 暂时能够防住这个黑旗点的严厉性 但是呢 本身尖这个和挡 你搬张 就算黑旗硬一个 你这个交换呢 搬张的三个交换呢 本身呢 是非常的损 是属于点心的利益 和外面交换 交换完以后呢 这个脚上啊 能不能完全它变成实地 这个呢 还是一个问题 以后呢 就是说 这个黑旗 二二点起来 白旗啊 依然非常头疼 依然非常头疼 当然呢 这个时候黑旗点的目的 你并不是说完全要杀白旗 就是让你这个里面走成没有目数 这个依然非常头疼 如果你肩这个 它就 那你只能 它就一拖 这个旗要出旗 那么只能走这个 那么这一场啊 这里面 黑的能不能 呃 白的能不能沉木啊 有可能就是被黑旗走成酸活了 走成酸活以后 白旗就是一木旗没有 这个白旗呢 也是无法接受 也是无法接受 很难呢 就是说 这个 很难吧 那么由此以后呢 这个结论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当黑旗这个沾上的时候 这个跳下来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严厉 还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 那么呢 嗯 作为白旗来讲 当黑旗沾上的时候呢 白旗呢 应该考虑呢 防范一下 黑旗的这个严厉的手段 那么呢 白旗在这个局部呢 可以考虑 第一 飞一个 飞一个呢 这个是 嗯 硬一手啊 这个 这一手的目数是非常大 非常大 就防止黑旗跳出来 而且出头 这个现在呢 这个脚上全踏实了 全都是实控 但是呢 它弱点呢 可能不好之处呢 就是 嗯 走在二路啊 位置比较低 同时呢 是个后手 当然呢 如果你想积极一点啊 抢在外面这个 呃 大一点的大厂的话呢 那么就是 这个旗呢 也可以考虑拖一个 也可以考虑拖一个 啊 黑旗斑 这时候呢 白旗再立 再立 这个不能用墙 这个不能断 可以断 黑旗就算退 这个白旗也没有办法 这个就立 这时候呢 黑旗不太好脱线 对吧 因为你再脱线的话 这个一断啊 这个非常大 那么黑旗呢 就要沾上 要沾上 有了嗯 这两步旗交换以后呢 白旗呢 也就可以这个脱线啊 脱线了 这个两步旗交换呢 呃 好处呢 就是防止了黑旗跳的严厉性 把自己脚上啊 都变成了一个这个实控 目数上呢 收获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大的 非常的大 但是他的这个不好之处呢 不足之处呢 就是说呢 通过这两手交换 帮黑旗多了这两个以后呢 帮黑旗外面 也走的呢 这个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结实 可以说呢 黑旗呢 也有所得 黑旗也有所得 不过呢 由于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跳下来的这个 比较这个 厉害 比较厉害呢 大家呢 还是呢 争取呢 把这两手旗呢 跟黑旗呢 能交换掉呢 算了 交换掉算了 确保呢 确保这个脚地的安全 确保这个脚地的安全 好 那么 本期呢 对这个 局部长行 我们想想必呢 大家应该呢 又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简单的 来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呢 当黑旗虎的时候 白旗呢 可以脱先 可以脱先 黑旗呢 以后正确的下方呢 也就是飞一下 白旗就挡不算了 由于是虎 黑旗的这个跳 并不厉害 并不厉害 因为白旗 这里有个团的先手利用 有个团的先手利用 黑旗这个跳下来并不厉害 黑旗虎的说 白旗可以脱先 但如果是黑旗脏的时候 由于这个跳下来啊 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严厉 所以呢 建议您在对局中 做一个呢 实弹呢 做一个防守 想先手防守呢 就脱力 如果 没什么特别重要的 要需要抢的呢 你就飞一个呢 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本期的结论就是 黑旗虎 白旗可以脱先 黑旗脏的时候 白旗 应该 啊 就是说呢 做一个这个防守姿态 本期这个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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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